而且我甚至還被女生搭訕 她就說 同學可以跟你做朋友嗎 我說做朋友可以啊 可是你知道我是女生嗎 結果她竟然反應是說 喔 女裝好姐喔 哈囉 星光好選擇好選擇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立喆 今天又來到聽劍哥在唱的場地了 Sugar 我沒有再度看到了Ella跟小馬 馬志祥為什麼呢 因為這部片真的是太值得推薦了 所以雖然現在已經上演了 我們還是要再邀請到兩位 而且今天很特別是我們在高雄 是的 當初你們這部片就是在高雄拍的 對 然後今天等一下呢 我們還會看到一個非常特別的活動 就是在戲裡面的小演員 這群原住民小朋友們 有來到 跟這個 馬老師跟 方老師跟黃老師 對 講到本人了 對對對 跟你們合體的 是 難得的機會 其實這群素人演員們 他們今天是第一次看這個電影 然後呢 我們也是 經過拍完電影到現在 也是第一次看他們重逢 然後看到他們真的就覺得 哦呦 都有長大了 都長大了 可是你都還是認得出他們 大概 2019年拍到現在 對對對 一年半左右 那還是聽話的孩子們嗎 還是 目前看是啦 但是我覺得很很妙的一個感覺 他們一看到我 還是叫我 老師 那個感覺很感動耶 真的耶 然後他也是你看到他們 追 追 結果田園老師上身這樣 我們現在回家 很久 你幹嘛叫大家回家 奇怪 電影還沒看 你幹嘛反覆 那個後台密集 我就是要揭發你啊 沒錯沒錯 當 史在這邊拍了一個月的戲 對 一個多月 對 一個半月 可是說真的 其實現在藝人也有很多斜槓身份 在 你們體驗過當老師之後 會真的想要以後有機會當老師嗎 哈哈哈哈 這是什麼反應 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 這集有當老師這個選擇 真的啊 但是自從演這部電影之後呢 其實我覺得我好像還可以 你可以當老師哦 真的哦 你確定你是指揮嗎 不行嘛 耶耶耶耶耶耶耶 馬上重現耶 真的 那電影裡面的表情一模一樣 果然是你本人演的 不是公讀生 哈哈哈哈 所以如果真的當老師 你也想當體育老師嗎 還是其實你有 秘密專長我都不知道 因為體育老師是我的本 不是體育專長是我的本 本業 不是本業 專長 體育專長是我的專長 哈哈哈 體育是我的專長 體育是我的 嗯 果然是我老師 對不對 而且小學老師我覺得 嗯 還蠻有挑戰的 自己很喜歡小孩 嗯 有機會可以試看看 可是不過就是沒機會了 哈哈哈哈 啊 但是 呃 其實大家會問我想不想當老師 我是覺得 其實要教育小孩 那是一個很大的責任 那個耐性還有什麼的 然後 我會覺得當老師好像功課要很好 所以我就很害怕 你說老師自己功課要很好 對 因為你要學會很多東西啊 你的嘗試 你的知識 你要一直不斷的進修 因為這個世界在變 所以你要常常念書這樣 啊因為我很不愛念書 所以我就覺得當老師 比我好遙遠 這也是我不敢當老師的原因 可是你知道我覺得 自從我自己有了小孩以後 我就發現其實教育真的可以改變世界 教育好了一個幼小的靈魂 然後這個靈魂來到這個世界上 它長大以後 也許對這個世界就有不一樣的改變 對 所以我覺得教育很重要 然後我就有想 我當爸爸媽媽媽的 我當爸爸媽媽媽 我當媽媽了以後 我就想說 欸其實我是不是可以來搞一下教育 我曾經有一點點這個念頭 真的喔 對 那之後來就發現 還是比較好了 還是怕虎人之地 可是你有想到教哪一科嗎 還是真的想教音樂 我比較想的是那種 就生活教育啊 哦 對 因為我發現很多小孩子啊 在家裡啊 就是坐等爸爸媽媽媽 為他吃東西的那種 一點生活技能都沒有 就是比如說 扣子壞了不知道自己怎麼瘋 衣服不會折 然後不會煮開水 真的 就是什麼都不會 然後就是一直叫他念書那種 我覺得這樣子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生活教育很重要 哦 然後還有健康教育也很重要 所以打算開一個 就是 家政 家政班就對了 Ella家政班 這也不知道算不算是家政課 反正就是類似這方面的教學 欸可是剛剛其實 小馬就有講到 很多人的刻板印象就是覺得 啊原住民就是很會運動很會唱歌 你們自己有沒有遇過從小被刻板印象的時候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其實我覺得刻板印象就是 原因就是因為不了解 對 那基本上 嗯我覺得 以前會覺得說 啊你們覺得我們女士兵都是 只會唱歌 只會跳舞 會運動 會運動 然後當警察 當護士 我們只會這些而已 其實沒有 嗯 其實沒有 就是 那 嗯 變成說 以前會覺得有點 呃 生氣的成分比較多 但是我現在會覺得說 你聽到什麼會生氣 什麼是你的死穴 啊例如說 你們原住民就比較黑 欸 你們山上是不是要 呃 我聽過 豬山 豬 騎山豬 呃回家 這樣子 像這種 真的可以這樣嗎 嗯 當然不行 當然不行 我很想 不是 對不起 給我這個小動物愛好者 哈哈 哈哈 那我的我的意思是說 呃 既然他們不懂的話 那我們就告訴他們 對 對 讓他們去了解 讓他們去了解 有 欸小馬真的講得很棒 而且我也很謝謝你告訴我 因為 的確我覺得每個人 多少都會對 任何一個人都有一些刻板印象 其實我小時候有遇到這種事情 真的喔 因為我小時候頭髮剪很短 然後呢 人家就會常常誤會我是男神 然後 對 所以到現在其實很多 在就是在 小孩子在教學的時候 就是 嗯 他們都會覺得長頭髮就是女生 哦 也是一種刻板印象 嗯 對 然後呢 我小時候就是因為我剪短髮 就常常被誤認為男生 像比如說我去那個 呃 素食店買東西 嗯 就我發票忘了拿 然後那個櫃台就跟我說 欸先生 你的發票 然後我就只好 回頭去拿走我的發票 而且我甚至還被女生搭訕過 哦 他就說 欸 同學可以跟你住朋友嗎 我說 呃 住朋友 可以啊 可是 你知道我是女生嗎 就你知道他 他竟然反應是說 蛤 蛤 你說好緊喔 哈哈 哈哈 午安 欸大家今天在這裡好熱鬧對不對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聽劍哥在唱的高雄首映會現場哦 我是一隻內心光好選擇的主持人立喆 今天很榮幸能夠來到這個大圓百威秀 那 嗯 現在小朋友們也都差不多到場了 等一下會有一個很精彩的拍手歌演唱會 那 既然現在我們藝人導演 台 所有的劇組都已經到齊了 所有的劇組都已經到齊了 那麼我們要不要請方教練來號領小朋友們以中央山脈隊型上台 好來小朋友追 追 來成中央山脈隊型開始 動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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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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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校長要親自指揮帶領小朋友們唱電影裡面的這個非常重要的主題曲拍手歌 而且這也是當初馬校長帶著小朋友到維也納去表演的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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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嗎 對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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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沒有開手 忘記了 大家現場朋友 現場朋友 現場朋友在忙著直播 來 一 二 來 一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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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一 一 我覺得很感動是因為 因為馬校長是我們這個戲裡面的靈魂人物 可是他帶領大家的時候 他還是要用他的背影面對觀眾 然後可是當他站在前面帶領我們大家的時候 他那個眼神裡面充滿愛然後充滿驕傲的神情 會讓我覺得很榮幸我可以站在這邊被他一起帶來 因為這是我們第一次被馬校長這樣帶 所以我覺得感覺很感動 謝謝馬校長真的 謝謝大家 謝謝馬校長輔導我們 謝謝